在靜納动感的啦啦队开场之后 SBL本季在凤山体育馆的最终站 由九泰对战台营正式展开 高雄市运发局局长侯尊瑶 也特别前来开球 希望高雄乡亲能够持续为高雄的球队 九泰送暖鼓励 我们很希望能够有更多我们高雄的球迷 大家一起到球场来看球 我们经过运发局的努力 我们最近把这个球场的环境都整理起来 今天我想九泰一直是我们支持的这个球队 我们也希望他未来的战机越来越好 为了号召球迷延续热情 九泰篮球队也邀请众多群星助阵 女力报道人气男星朱宇谋张翰元 也特别从拍戏现场赶来高雄 一起为九泰加油 因为其实我们是在台中跟张晃南部拍戏 然后特别赶过来 因为我们其实也很喜欢打篮球 非常喜欢篮球这项运动 而且这次是九泰 高雄九泰科技篮球的主场的 最后一场的比赛 所以我们排除万难一定要来 球场外球迷卖力加油 球场上球员拼劲十足 人气洋将杰伦虽然父亲过世 即将反美奔丧 依旧展现强大的篮下掌控力 在四名球员包夹之下 如露无人之境轻松取分 杰伦在篮下尽情发挥 一共拿下26分16个篮板 WW的优异表现 可惜最后关键时刻 九泰还是失误偏多 未能扳倒强敌台赢 不过九泰已经取得季后赛的门票 加上这两周高雄乡亲到场加油 对于球队是极大的鼓舞 期待能够继续朝总冠军赛迈进 谢谢高雄的乡亲 这两周进场为我们九泰的加油 那未来我们现在已经取得季后赛的门票了 那未来我们会朝着总冠军赛的门票前进 九泰结束了两周五场的主场赛程之后 下周将遗失台大体育馆 在17号对战王者台湾银行 若排名不变 可能是季后赛首轮的前哨战 请球迷继续支持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